嗨 大家好 我是车饭 男女能平等吗 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问题怎么想啊 其实我跟你说 在这个世界上男女永远不能平等 因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 不同 其实本身在我看的是两种生物 比如说我认为啊 男人是 自信的 对吧 这种自信是 自大的有些 这种自信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 对吧 其实女性是强势的男性 其实女性本身 就不是一个强势的动物 强势的群体 但是你现在会发现 由于现在女权的这个这个猝死啊 使很多女性 对吧 自我 认为自己很强大 什么叫自我认为自己很强大 就是 实际上啊 他们 潜意识里知道自己很弱小 知道吗 在某方面 但是呢 表面啊 装出来或者是演出来 非常强大的这种东西 而达到和这个男性去抗衡那么一个程度 其实 男人 对吧 比如说男人的强横也好 包括男人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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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信也好啊 是从骨子里来的 对吧 很多时候可能是不愿意跟女性一般见识 认为让着他 就是感觉是大度 但是女性不同 女性是骨子里知道啊 就是潜意识里知道自己是 柔弱的 但是呢 必须得表现出来坚强 然后猝死还想要男人去 打心底里面 然后去臣服于他 所以说 其实本身男女这种性格就是一个对立群体 所以说男女能平等吗 根本就不可能平等 要么男性 主导 要么女性主导 要想说真正的平等 不可能 但以现在这个社会来看 还是以男性为主导 对吧 女性只能说 别的国家不知道 在我们国家 女性这个女权已经很严 不能说严重了 最起码看上去 其实已经平等了 但是你会发现 永远是不能平等 为什么 因为你会发现啊 现在能制定规则的人 害都是男性 所以说 大部分的规则 还是出于男性的角度考虑去制定的 如果要不要女性去制定规则 那我想现在的社会和现在啊 我们一致的社会跟现在 生活可能有巨大的改变 我以前开公司那是 有个食堂 我去买菜的时候 我就发现了啊 经常能碰到那些 无理取闹的大马老太太啊 真的 就是有的时候看看那些老太太 再回头看一看自己身边的女性朋友 其实 想一想 细想一想啊 你说现在的他们是不是 不就是未来的他们吗 其实都一样 骨子里的 我去那这去市场买菜啊 基本每天 在市场待半个小时左右 去采购 天天能看到老太太打架 对吧 给销售干的就是那个威尔琴的啊 那销售就是正常卖菜的 摆着呢 不容易去挑 你会发现 有老头买菜 有老太太买菜啊 老头到那儿那腰子完就完事了 老太太各把各把那扒着嘴啊 十个老太太 第六七个在那扒着嘴呢 咱也不知道是不认字还是怎么的 一等 卖菜的跟买菜的就干起来了 对吧 然后一天啊 你们就看不上老人 怎么怎么弟弟 就这么老太太 我是真服的啊 包括你现在很多事啊 你会发现 男人相对而言是讲理的啊 女人而言 相对而言是不讲理的 当然我说的东西 可主 不是主管的 因为我是男性 你看 跳了广场舞的 都是大马 很少有大爷 对吧 你说的 如果我是个老爷们 我肯定不会晚上 对吧 乌绕着放 扰民 但是可能女性心里面不是这么想的 所以说我认为啊 男女很多方面其实是对立的 能达到真正平等 必须得一方来上 一方来下 你目前这个社会 女性想真正达到主导社会的地步 我想还差很远 最起码可能我有成之年 是看不到的 现在所谓的这些女权 怎么说呢 这是个别极端分子 而且他们这些女权 最终可能都会被打压 但是值得庆幸的是 在中国女性 在对于中国 我们国家而言 女性的地位确实很高的 其实能维持住现在这种 我就感觉挺好的 外地我不知道啊 最起码在东北 我认为啊 东北某些女性的地位 甚至看起来比男性还高 我一直说是甚至看起来啊 这种表象 看这些表象 实际都知道 就是 家里面啊 很多都是 看起来好像是女人主导这么一个家 但真正很多时候是 还是老爷们去拍板 所以说男女就能平等吗 最起码我认为啊 男女不会平等 对吧 因为什么呢 就看自定规则的人 对吧 不可能说男女一起自定规则 如果自定规则的是男人 对女人来说 那就不是不平等的 如果自定规则的是女人 对男人而然就是不平等的 所以说 男女之间根本就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平等 好 乐宝